我之前是在英国是学西方哲学 但是我来中国那一年 我去了一个书店 然后我看了一下 然后有一些比较哲学类的一些书 这些我在英国学哲学的时候 都是西方课程都是西方哲学 完全没有结束到中国哲学 所以当时我开始学习 然后我就在中国学中国哲学的博士 或者比较哲学的 因为我也一直对道家思想 儒家思想的关系有兴趣 就儒家小文化它是有一种发展 就不同时代 是有不同的这种表现 包括它是一个多元的一种概念 一种文化 就不是单一的 我就是想说就是 他早期更多是强调 一种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 因为一旦把它动作一种义务 可能就会有一种类似 一种虚伪的东西 为了利益 就会去伪装自己是很孝顺的 但是也有可能 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应该是这种孝顺 但是其实没有这种 他内心是没有这样的一种情怀 因为这两个人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 而这也是比较觉得 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说 因为你服从某种规则 然后就它会慢慢的就 成为你的一种习惯 然后你就会接受这个东西 这也是很多人就会对 儒家思想一种理解 有一种诠释吧 我会更多想调可能是论语里面孔子说的小微怨之本 就是他是一种 他跟孔子说强调的那种人道 是有就核心的一种东西 就是台字跟父母之间的关系 就会直接就 影响到他后来在社会里面的 包括伦理方面的 道德方面的表现 大部分可能西方人或西方学者 可能会同意这样一种观点 反正西方的一个问题是孝顺本身这个词 翻译上英语就是 其实会说他没有一个直接的一种翻译 但西方有这种思想 有这种价值 比如说在传从西方思想 就肯定会说孩子应该轻松父母 包括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主流价值观 在家庭方面就是 孩子轻松父母 父母一定要非常严格严谨的关孩子 哲学比较哲学比较文化方面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就是 前期间的时候 中国文化跟西方思想 西方文化之间是没有那么大的区别的 很多方面是相同的 包括家庭方面 比如说大家庭大家族观念 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 西方人一直是有这三四三 这些这么一种家庭结构 非常如在世上是很重要的在国际方面 这是我一直觉得从比较 或者文化传播 包括比较的一方面 是重要的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中国文化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 它自己有它内部的一些关系 包括内部的不同 不同的血派 有它自己不同的思想家 有它自己之间的一些不同立场 可以说乳学代表的是一种中国的主流 一种一种价值传统的道德和伦理传统 一种价值传统的道德和伦理传统 优优优独的道德和伦理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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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